一年一度的教師姐 想好要怎麼樣表達 對教師的感謝了嗎 今天在樹林高中 就準備了一系列的禁師活動 他們就請了校友回娘家 準備了西吃餐點 還有樂器演奏 甚至還有指甲彩繪 以及按摩的活動 希望能夠慰勞辛勞一年的教師 桌上的甜點 精心設計的指甲彩繪等 全都來自於樹林高中 國中部畢業校友 目前就讀樹人家商的他們 發揮了職校所學 回饋母校老師的教導 很開心今天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來感謝老師 曾經這樣教導我們 就是在有困難的時候 老師都會支持我這樣 就是鼓勵我這樣 讓我可以做得更好 就拿一些飲料 點心 然後送給老師回饋一下 有啊這是平常那個 就烘焙課學的東西都在這裡 樹林高中校長表示 這樣的禁師活動已經連續舉辦四年 不只可以讓校友發揮所學 也能夠讓老師知道學生的質疑發展 我們那個教師姐的時候就回來 然後服務我們母校的那個老師 那讓老師也可以知道學生 在我們高職端的時候 的學習的狀況 那學生回到母校的時候 為老師服務的時候 那個感覺就很好 校友返校活動不僅溫馨 校長也提到 透過學長姐的返校回饋 也能讓在校的學弟妹 對於未來升學想像更加多元 人事新聞人 是一戶新北市樹林採訪報導